哈囉妹妹們又是我 今天我要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的沖繩婚禮 想要看為什麼我會選擇沖繩婚禮 以及沖繩婚禮原來沒有比 傳統婚禮貴很多的 分享呢請看 請按這裡 我當初決定要海外沖繩婚禮的時候 其實只有一個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要便宜 因為我就是 我跟卡爾都是很怕麻煩的人 我們就是希望我們的婚禮可以簡單 然後便宜 但是呢你知道 女人每次在辦婚禮的時候 都是會先信誓旦旦地說 我的婚禮呢不需要豪華 因為我是個勤儉持家 我只要婚姻幸福就好 婚禮只是過眼雲煙 但是只要一辦起來呢馬上就會失心瘋 要多豪華有多豪華 要多浪漫多浪漫 然後總是那句話 婚禮嘛一輩子才一次 我也不例外 當初說好要以便宜的小教堂為主 但是我自從看了 克里斯蒂教堂之後呢 我就沒辦法再回到那原本的初衷了 我就是被他煞到了 所以多少錢我就是花了 所以我最後就是找這個蝴蝶教會 他是克里斯蒂教堂在台灣的總代理 那他的費用就是比其他貴一點 因為他的教堂的大小也比其他的大小 然後呢決定之後 就是到他們的公司在內湖 先付了訂金 訂金我記得不貴 好像付了一兩萬塊就好了 十七萬的套裝 你只要付一兩萬塊之後呢 就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付訂金的時候也是我一個人去開車去內湖 然後他準備了兩個高腳杯 我就是一個人喝 感覺也是滿心酸 他還幫我們拍照留念 但就我一個人真的很可憐的樣子 那付了錢之後他就會給你一個資料夾 裡面有很多資料包括像這個 比較重要的我才有留著 像這個是海外婚禮的籌備進度 他就會寫說六個月前要準備兵客名單 然後五個月前呢 開始要收集自己喜歡的婚紗造型 四個月前可以開攤台理由企劃 然後訂飯店啊訂機票 然後也可以挑選婚紗跟開始打爆心理 他們這個真的非常貼心 你只要照著他的行程走 其實基本上你也不需要照他的行程走 因為時間一到他們就會發email來 讓人家很放心 所以從頭到我都是腦袋空空 等他們的email到 他們很像趕羊你知道嗎 他們一邊我才前進一步 他們一邊我才前進一步 就這樣慢慢的慢慢的 就回到羊圈裡面 就完成我的婚禮了 然後另外一張這個是 海外婚禮需要準備的物品 新娘需要自己帶高跟鞋 new bra 耳環項鍊 或者是假睫毛的黏著劑 像我就是對假睫毛黏著劑有過敏 所以如果你有對假睫毛黏著劑有過敏的話 你就帶你平常習慣用的那一款 或者是我知道有些人對唇膏也特別講究 你可以自己帶你喜歡的唇膏 那他還有特別注意是 儀式中全部都是全程鏡子拍照攝影的 這點我是比較很為難我們的親友 因為你知道那麼漂亮的教堂 當然就是要拍照打卡 但是不能拍照攝影 真是很痛苦 那蝴蝶那邊是有跟我們解釋說 因為日本人做事呢 是非常謹慎小心的吧 那因為現場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日本人 只有跟一位翻譯而已 攝影師錄影師全部都是日本人 那他們為了保持他們的拍攝水平呢 他們不希望他們在拍一場婚年的時候看到的都是手 你知道嗎 真的非常不好看 我光是想像我也覺得 對的確不好看 如果我這麼漂亮的教堂 然後紀錄的照片全部都是 兵客拿起五花八門的手機這樣拍照的話 就變得很不浪漫 就回到我當初說的有生活感了 要偷拍也是可以偷拍 我的朋友也有幫我偷拍 但是你們偷拍的時候就是要 不要拿起來這樣拍 不要影響到那個現場的紀錄 拍攝紀錄人員 這是確定我們要沖繩海外婚禮的時候 之後他們會給的資料 我來說說在籌辦婚禮 中間蠻特別的一件事好了 就是你們知道一般的傳統婚禮呢 都必須要找了心力之後必須要試妝嘛 要試個一兩次 那對於像沖繩婚禮 第一次接到化妝師就是要上戰場了 我剛開始真的很擔心 他大概三個月前會寄造型諮詢表 要勾你的膚質 然後你的對皮膚的煩惱 你是有雀斑啊 還是有皺紋啊 還是有痘痘啊 這些你就是這樣勾勾勾勾勾 化妝師就可以提前知道你的這個新娘子 還沒見到面 但是大概知道你的狀況 最重要的是 PO照片給他看 就是你希望的妝容 以及你不喜歡的妝容 我就是找了很多照片給他們看 然後的確最後出來的妝容 是還蠻自然的 也是我想要的樣子 就是頭髮有點完整 就是他會捐好之後噴很多定型液 讓頭髮看起來太死了 我想要的是那種韓系的知道 隨風飄移 不要那個硬硬的在這邊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海邊的風很太大了 不噴那麼多的話 他必須要 我必須要一直剝頭髮 這樣子可能會影響到拍照之類的 除了造型諮詢表之外 他有一個表格也很特別 他是要你勾選 你希望這個婚禮是怎麼進行的 例如說 新娘是新郎牽著出場 還是爸爸牽著出場 還是媽媽牽著出場 然後 頭髮是一進場就蓋好 還是要媽媽幫忙蓋 就是這些很可愛 你就是勾勾勾一些選擇 你勾完之後 你到了現場就是按照這個走了 婚禮當天呢 我們是兩點半的場次 他們的教堂很特別 他們是分場次的 每個新人都會錯開 我們從我們到化妝室 到教堂 到後面的海灘拍照 中間都沒有遇過任何的一對新人 第一次他們是保護新人的隱私 第二次他們要新人覺得 今天這個教堂 我就是主角 如果就是在門口看到一對新娘子在排隊 拍這個教堂 你就會覺得變得好像 比較沒那麼神聖了 人盡可夫的感覺 教堂就變得沒那麼神聖了 你懂嗎 所以他要一個錯覺就是 這個教堂今天就是屬於你了 儀式的過程呢 有半個小時在教堂裡面 不會有勾媽媽蓋頭紗 爸爸牽著我進去 然後把我的手交給新郎之後 我們就走到了牧師前面 然後牧師會開始講一對英文 那個牧師超可愛的 他就是永遠帶著很祥和的臉 然後面帶微笑 然後講話非常慢 然後唱詩歌之後 交換誓言 交換誓言之後好像是 我有點忘記了欸 等一下看影片你們就知道了 反正儀式有30分鐘 然後裡面的簽完結婚證書 先頭紗戴完交換戒指之後出來 我們新娘新郎會先出來 站門口 送賓客到外面 然後到外面 教堂外面有個很大的圓環 跟很長的階梯 然後賓客就會站在階梯上面 拿著花瓣等我們走下來的時候灑花 然後在那邊會先拍個大合照 只要離開了教堂之後就可以拍照了 所以到了外面之後其實就可以 賓客就可以拿手機出來拍照沒關係 灑完花座我們就會移駕到後面的海灘 那邊有個幸福鐘 我們會敲幸福鐘 然後舉香檳 然後也會拍照 之後就可以送賓客先去吃飯的地方 我們會走下去到沙坦上面 再拍一個正式的婚紗照 這種婚紗照就是比較像台灣的婚紗照 就是白白POSE那種 如果你問我花這個17萬值不值得的話呢 我覺得很難講 因為跟親朋好友講 或者是照片影片出來的時候 真的看起來比較漂白 沖繩很有面子的 以套裝來講才17萬5很便宜 然後說出來又很特別 但是以我的觀感 以新娘的觀感下來的話 會覺得稍微有點感 就是你從化完妝開始彩拍 每個都是有點像工作人員 架著你完成做很多事情 你沒有享受當下的時間 因為他們就是每個場次都排得很趕嘛 所以每個反正每個步驟就是要 工作人員就會一直帶著你走 你沒有辦法安靜的享受當下的感覺 這是有點美中不足的部分啦 最後分享我們沖繩婚禮的影片給大家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可以幫你們解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看影片 我可以按下去 你先看到這個影片 你先看我 跟你說什麼 不知道 reviewing 在08,一天也是我最大的幸運 從今天起,我們都是父子的 從今天直到永遠 無論是順境還是意見 快樂和右手 我這樣永遠愛,真是對你重生 直到永遠,我愛你 今天我們選在9月30 我們在一起三終年的這一天 我們很幸福 在場的家人跟朋友們見證 無論貧窮、富裕、健康或疾病 快樂或憂愁 我都會永遠愛你 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避風港 本來是想和歌 在此,也想是逢不來的 同樣在你 永遠也想逢不來的 也希望你送我 喜不來的 我們一定會你看到你 幸福的時我們 非常痛快 我們每次行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二人のストーリー 時間が経っても手を繋いでると 愛の瞬間に戻れるように 大切なことは愛してる ずっと輝き放つ 二人のストーリー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